林济护国禅寺就名震南山护国林济寺 也简称林济寺护国寺 是位于台湾台北市中山区原山里的林济宗佛寺 1900年始建1912年举行入佛寺 为林济宗妙心寺派在台湾传教的根本道场 其大雄宝殿与山门列为是定古迹 日治时期 日本佛教在台传教最初是从随军法师开始 有净土宗净土真宗本院四派 净土真宗大谷派曹洞宗真严宗日联宗等六个教派 但林济宗妙心四派 却不是从随军法师开始 1897年5月8日 一则少伦 大吉文熙受林济宗教务本所之令来台湾视察 由大吉文熙在澎湖先建立了部教场 1898年春足立天英来台湾 首松本归太郎资助在台北北投建立于赵安 作为林济宗妙心四派在台湾本岛传教的开始 其后和靠宗县高桥淳岭加入 7月6日于赵安因风雨倒滩传教受阻 为了继续传教 足立天英在1899年下请梅山玄秀 松金公正 日本统治期妙心四派台湾部教变迁 梅山玄秀来台湾后先驻御建坛寺 但因卫生环境不佳导致陆续又不教师病亡 虽有于原山建立新四的打算 建四的地点乃由梅山玄秀提 沙号是镇南山 该地原先是台湾原住民和汉族共同目的 清末时张全豪族趁机瓜分 由板桥林家林雄光构的后赠与建四 加藤镇之著所写的镇南山元起 1900年6月助手进行整地建四时 而于原太郎取名镇南护国林祭祀 该寺是台湾唯一贯以护国之名的佛寺 学者黄岚祥在日志初期都市空间 结构中的原山公园之意一分析 当时日本传来台湾的佛教宗派不在少数 而于原太郎因其个人的宗教信仰 于梅山玄秀的私交所致 而于原太郎过世后 于1906年7月28日在此次举行追悼会 在9月10日又举行满中会 梅山玄秀在会场说继承而于原太郎的遗志 完成此次建设 梅山玄秀前往日本内地立访僧俗 组织名为福田会的组织 以募款筹策建四基金 次年7月5日 林祭祀举行对儿育员太郎供养的文联会时 次由阿布全葬设计 1910年5月库里仙完成 10月举行上梁 1911年11月本堂大雄宝殿完成 1912年6月20日举行入佛寺 教务活动 林祭祀乃妙新四派在台湾传教的根本道场 敌虚纯道边的增补妙新四时 梅山玄秀的台湾开机和布教的事业表现 当作海外开教的典范 妙新四派在台湾的传教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是日本领台初期到大政初期 这段时间妙新四派致力赶上先来的佛教院派 成功建立了日本式截蓝的林祭祀 据典旨在台北澎湖花莲等 第二期大政年间由神本元 结合台湾本土的僧人传教 第三期大政末期到二战结束前 即由高林玄宝东海宜城将传教扩到南台湾 东海宜城曾任林祭祀副住职 岩水部教所今台南修德禅祀主任 高山顶部教所主任 屏东部教所今屏东东山禅祀主任 龙泉祀主持 作为对手的曹洞宗元林禅祀开机者 刚不快道 也在志祺师呼华谷快天的信中加以称赞 清至日志以来的台湾佛寺 虽然已属曹洞宗为多 但李天春将灿腾是慧炎等学者 都已注意到 日本曹洞宗与林祭宗妙新寺 派在台传教有静和关系 大政末期到昭和年间 因妙新寺派对台湾人传教成功信徒激增 在1937年在台湾的信徒已超过曹洞宗 在1942年台湾籍的信徒还高达26000人 战后时期 日僧回国后林祭祀被国军使用 转作军事用地架设高射炮 周遭作为海军同德新村 陆军炮纸不关设等军事用地使用 原先原山的日本陆军坟墓遭迁 台卫被集中到林祭祀最高洞的八角亭 直到古山泉永寺的圣满法师祝阳 积极回复四荣 加上白圣法师传戒并定立四规制度后 林祭祀才得以日渐恢复旧日佛四风貌 在这条旅行转租